跟林務吉一起來好了 請陳主委跟李吉掌 六百元好 所以你從早上到現在 一直不斷地被要求回答 我看你也非常累了 但是我還有一件事情要再問你一下 上個禮拜我們看到豹仔 台東的這個資本後山 第一家後山有一顆僅存的 這個牛樟算是神木喔 他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神木 居然有三老鼠啊 從這個樹幹中間挖了一個洞 可以兩個人通行耶 那麼大的一個神木 居然還是有三老鼠 有辦法去盜法 所以我剛剛聽了李局長說 你們的破案率很高喔 為什麼這個那麼簡單的 這個三老鼠的盜法居然就 沒辦法破案 而是民眾檢舉以後你們才知道呢 大局長 這個台東的部分齁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台東的部分齁 是破案率今年的部分已經到百分之百人賬聚獲 人賬聚獲 那上個禮拜那個是你們查到的嗎 是民眾跟你們檢舉的啊 跟民眾一起結合的 它有一個平台 大家一起結合 所以那個立架社區 就是我們跟他合作的一個平台建立起來 所以我們非常欽佩那個社區的長老 他說在我倒下之前這個樹不能倒下 我們就跟他結合在一起 因為那個只是一個僅存的一個神父 所以現在是 那個要倒就沒了 我們一個巡視眼 陳建志先生啊 他去年就抓了37件 人賬聚獲 在莫拉克重建條例制定的時候啊 我們曾經有一個要求 就是希望你們這個山林維護計畫 把原住民的各部落納入嘛 納入了變成你們的這個巡山員嘛 但是你現在用了多少個 像因為莫拉克之後 有多少個原住民的巡山員協助你們維護 巡山裡面大概有五分之一是我們的原住民 在五分之一這個不夠嘛 在現在就是說我用一個計畫型的 來跟原住民的社區結合 像是今年2月8日啟動的 跟原住民社區集合 那你要用多少個 就是要盡用多少個原住民來幫你們守護山林 那個就跟社區結合 一個一個林區裡面 像八個社區 一個社區可能出動三十個巡護隊 那可能就兩百多個人 但是我們是給他一個計畫型的 就是說有一個三十萬的補助 讓大家一起來順手 因為他不是在編制內的 但是我們用計畫型的支出 這是一個 你就直接禁用這些原住民來提供就業的機會 幫你們守護山林嘛 那當然如果有缺的時候 我們在顧用的時候 原住民是優先的 他的條件是放低 而且是優先路去 那主委 哪怕用零食員的方式 都應該趕緊去做 否則我們的山林來就破壞無疑啊 好不好 是 好 那個主委我們請贏主委 好不好 請贏主委 主委啊 你今天比較遠 但是有幾個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再做一個溝通 昨天我們談到花東條例 啊 花東條例 您提到今年啊 今年就是 開始執行的第一年 是 你們編了五億的補助款 是 五億的預備貸款 但是我看到你們這個補助款啊 連項目都沒有 你到底要怎麼使用 怎麼應用這個 這個費用 你現在到 我們委員會裡面 也說明 不清楚啊 你們到底有沒有計畫 怎麼樣去運用 還是空的 就 就等台東跟花蓮的縣政府提案 是有 這個跟委員報告 實際上是 我們有一個策略的一個計畫 然後接下來 是由地方 他要提出一個 綜合開發的一個計畫出來 然後我們配合那個 開發的計畫 我們再來給他補助 跟有關這個貸款的部分 大概是用這樣子的方式來進行 你們這個推動小組 已經組成了沒有了 推動小組就是跟 昨天也跟委員報告過了 基本上這個委員 我們已經抱怨 在核定當中 那什麼時候才會核定 這個院裡面 我們會盡量跟院裡面 這個 來跟他們聯繫 這已經三月了 三月了 是是 我們會加速來辦理 你核下來 我們馬上就去組成 你在不核定 你連那個審議 是 都沒有辦法進行 你怎麼去核定呢 是 這個基本上 我們會 我們跟院裡面 來聯繫 希望能夠盡快 這個院裡面 核定下來 我們馬上就去進行 是 第二個 管理花東條例 當然它幾乎是無所不包 什麼都可以補助 但是我們希望的是 這個真正能夠達到 所謂的永續 真的那個永續發展 發展東部 而不是那個一般的 明明是公務預算就可以做的 你真的就不要用到那個 對 對 我想這個原則我們跟 廖委員 您是一樣的一個看法 基本上 要讓花東地區 它的特色 能夠保留下來 神力的機制 神力的機制非常重要 是是 這個特色一定要把它保留下來 我們希望能夠有更多人來參與 來提供意見 好不好 這個也請廖委員 將來能夠給我們多多的指教 是 講到永續 它這個經費 只有十年四百億 是 十年四百億 其實還有相關的主管單位的一些經費 那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是跟他們一起結合來推動 我們就是擔心 十年之後 什麼叫永續 就是永遠一直繼續 那你十年就沒了 那怎麼辦 後續怎麼辦 對 所以我們跟廖委員一樣 我們會好好的來珍惜 也希望大家一起來監督它的一個使用的用途 今天我們是在省你的國發基金 離島基金跟花東基金 三個基金 那我就想到現在呀 我們偏鄉 也許是偏縣 像花蓮台東算是偏遠 而且是比較窮的縣 他們面臨了一個困擾 就是每一次中央要補助一個借赛經費的時候 需要他們來做配合款 很多的鄉鎮 第二呢 我們也 也把我們的這個可協助的部分 讓他們取得 也拿到了這個經費 但是 當要編訂 配合款的時候 他就編不出來 結果導致這個經費啊 全部回歸 回到原來的這個機關去 他們沒辦法使用 所以現在我看 主計給我們的主計總處啊 給台東花蓮的 最起碼 最低啊 要準備到百分之十的配合款 比如說你一百萬 你先生我就要配合十萬 你一千萬就要配合一百萬 欠也叫窮 鄉叫苦啊 所以他們 難怪我們現在的這個基礎建設啊 這個富則欲富 窮則欲窮啊 好的縣市 有能力 編這個配合款的 做得越來越好 但是偏鄉啊 永遠就是那個樣子 就是這個配合款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就在談 國發基金 談花東基金 談離島基金 這個配合款 能不能從三個基金來 來加以協助 這個基本上 國發三個基金 都有它的特定的用途 那您提到它的對象 它的使用的項目都不太一樣 不然的話 就整併成一個基金就好了嘛 所以它一定有它的特定的任務 對象使用的項目在那個地方 但是您提到的那個問題 就是說 需要地方來做配合款的部分 我們來研究看看 如果確實是有地方上的一些困難 那有它的必要性 是不是能夠我們來突破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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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 這個基本的大原則 我們來研究看看 好不好 我們來一起來研究看看 是 事不宜遲 我們就是很急啊 很急啊 現在既然在省你的基金 我就提出這個這個 看法 看看你們能不能在一定的時間之內 把這個問題研究出來 不然今年又泡湯了 對 您急我也急啊 因為實際上這個基金 要從今年開始執行嘛 編下去了 然後開始執行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一定有很多不同的狀況在那個地方 我們一起來突破 看看有沒有一些 因為既然剛開始執行 一定有一些基本的大原則 大規定在那個地方 但是開始執行下去 一定會碰上很多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把那些問題 一邊執行 一邊來解決 你給一個時間就好了 你急我急 我們怎麼樣急 是 因為實際上那個核定下來的 就是說那個 推動小組 那個名單 一直 核定下來 我們馬上就開始去 運作了嘛 就是可以運作了 一個月之內 我們跟院裡面來協調 希望能夠把那個核定 能夠把它加快 核定是核定 我們來檢討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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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裡面還牽涉到 相關單位的一些 基本的看法 一個月之內 給我們委員會報告 是 我們來協調 好不好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在原鄉 就是關於網路的普及率 是 我有一個數據 今天沒帶到 原住民地區 我現在不單是講偏鄉 原住民地區 大概35%的家庭有電腦 22%的家庭有網路 所以中間 我們交叉來看 有15%的家庭 有電腦沒有網路 所以它那個電腦 沒有辦法去延伸 取得更多的資訊的一個功能 它只能當打字機啊 就我們在NCC 原民會這個地方都提出了 希望在三個月之內 能夠做出一個規劃 怎麼樣在三年之內 讓原鄉 這個網路的普及率啊 能夠跟一般的地區的水準 一樣高 那你作為一個總計畫師啊 應該要參加這個規劃 所以我今天再給你一個功課啊 讓我們原住民地區 能夠跟都會 都會的這個 老百姓一樣 擁有網路的基本人選 對這個非常謝謝廖委員 關心這個課題啊 因為縮短數位落差 能夠提升當地的發展的能量 跟能力啊 所以這個部分很重要 所以我們願意 跟這個包括NCC 包括原民會 大家一起協調 來提出一個這樣子的方案出來 來提升這個 原住民啊 這些同胞啊 他們的數位的能力 這對他們的發展 是有相當大的幫助 所以我有時間表 我說三個月之內 我們協調相關單位 好不好 那個配合款是一個月之內 我們跟原住民委員會 我們跟NCC 相關單位 大家一起協調 來做這件事情 不管怎麼樣 你要回我們委員會好不好 是是 好 謝謝廖委員